伊道成為中文我 各位朋友 我的這篇文章 比較不是學術分析資料 蓬富的那樣一個方式 其實這個文章中 總括的表達我 對於長期要讀母典的書 一個心得 一個趕快 來供各位參考 在哲學界我們常常說 牟先生是研究當代中國哲學 或者西部學 不能繞過的一座大山 不能繞過 就得要誇越它 但這個怎麼樣才能夠發願 為什麼不能發願呢 也就是說牟先生他成為一個指標 如果你不能夠發願 就表示你對中國哲學 對當代新部學 你的理解就產生障礙 可能零碎 可能偏惑甚至誤解 那麼在這裡也就表示 你對牟先生的學問的根本 可能不夠了解 這有關聯到 對牟先生的思維方式 可能了解不足 那麼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大家 他由於牟先生的分析思維 非常的嚴謹 那麼後來也有一個定定說 他是哲學宇宙的巨人 相對的唐君先生是 道德意識宇宙的巨人 那因此很容易呢 就把牟先生看得 是一個西方式的巨人家 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牟先生其實也是一個傳統 儒家中的巨人 那麼在這裡啊 我們就要關聯到 什麼叫這巨人 那麼其實也可以從 大概在四十年前 寫過三、四十年前吧 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論牟先生跟唐先生 在當代心儒學中的互補地位 當我說當代心儒學有兩個要點 就是心儒學合以為心 一個是心儒學合以為乳 合以為心就是要回應 西方文化的衝擊 這有它的迫切性 合以為乳 就是你要回歸儒學的文化 那這個有它的終極性 那麼唐先生跟某先生的差異 某先生是先回應西方文化的衝擊 要讓這個中國哲學能夠現代化 能夠對盡可能的客觀的討論 那唐先生呢 是要負擔心儒家可以為乳的責任 依然要回歸 我會覺得很快 否則你只是西方哲學的複用而已 而不是真正的讀學 而這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 也就是說 我們和唐某兩位先生的學問 我們應該是讀中國的經典 都應該同時以兩種態度去讀 一種是要憑著我們道德實踐的本心去讀 這樣才能夠領略一個言外之意 但同時又需要評測分析思辨的學歷去讀 才能夠釐清每一個概念它的準確的含義 不至於混賣 那麼在這裡 因為牟先生跟唐先生都是純儒 雖然牟先生更顯那種嚴謹的分析 唐先生更顯那種道德的情懷 所以我這篇論文就要集中地想要說明 牟先生的所謂的分析 並不是西方式的那種純粹的分析 而是背後呢 一以萬之的都有作為一個儒則的那種道德情懷 甚至是也是他自己非常深刻的道德實踐 他自己的內在的生命體驗來作為根底的 那麼在這裡我們要先簡單說 所謂的純儒它怎麼樣來理解 它一定需要有內在的本質跟外在的誠性 內在的本質就是所謂的信心修養 所謂的為人 所謂的求放心至良知 它的內涵就是中性 就是你要有一個人心 一方面以感通為體 一方面以任務為用的表現 可是這樣的一種內在的本性的掌握 它如何呈現 那這個呈現呢 我們不妨通過所謂的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 它會有直接呈現這個德的方式 就從他的生活中 就像孔子 另外也有一種曲折的 藉著立功以顯得 或者立言以顯得 以立功來顯得的 舉個例例 比如說周瑜 那立言以顯得的 某東山先生應該是這樣 所以藉著立言以顯得 他一定都會呈現出一種辯證的思維 而不純粹是一個分析思維 也就是說 所謂的辯證思維就是 在言與道兩者靈活的出入 那就需要立言者 自覺的去設計他的言說的方式 那麼他的思維的方式 讓他的所有的分析性的語言 中間都自然蘊含有深刻的道理在其中 也就是始終不理儒學的文化 那麼在這裡 這個以立言來顯道來顯得的 這樣一個方式 他需要兩面的功夫 一個是在信跟道的這一面 他要真實無望 那就是純心是大功的 他的體驗是深刻的 他的言行是沒有儀式模糊的 功夫是穿上的 但同時又需要在這個言語思維的這一面 要嚴謹卻當語 這不僅僅是分析的言語 更是帶著有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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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